这个小妖怪是人类和妖怪结合而成的绊妖 体内留有妖怪之血和绊妖之心 因为自己的绊妖身份 从小就受到人类和妖怪的排斥和欺凌 无奈身骄力薄的弱小身躯只能躲在牙底色斗 可随着不断成长 绊妖的身份注定成长之路经济不断 只能通过不断示杀抗争来寻找自己位置 直到在一个夜里 自己因硕日身体化为人类形态 无奈指得屈身与树林丛中 以躲避不齐而遇的强敌 遇到了轻力桀骜的巫女杰梗 至此一段不伦之恋在犬夜插生命中翻开篇章 而杰梗作为灵力高强的巫女 不断以自己强大的灵力 庇佑守护着敬仰她的土地和村民 随着四魂之遇的到来 杰梗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由四魂之遇再从百足妖身上夺取 而被污染的玉体 除妖是无法进化 只好交由灵力纯洁强大的杰梗 希望杰梗可以将玉体进化并守护 不被妖怪夺取 而当时杰梗并不知四魂之遇的 不祥叙穴和无情 单纯地希望自己可以将玉守护 放弃了本来作为花样年华的自己 在别的少女穿金带银和心中人优惠时 而杰梗却选择泯灭自己的少女之情 无休止地战斗 就这样 一个高冷清澈灵力纯然 对内心没有渴望的杰梗出现了 可这样的杰梗面对在人类和妖怪之间徘徊 以寻求自己位置的犬叶叉时 被犬叶叉善良温欲的半妖之心打破 一段孽缘就此开启 在杰梗将妖怪裂面 随着一道闪电 双目立光射向术后的犬叶叉 询问犬叶叉 而这时的犬叶叉根本不知道有四魂之遇 看到杰梗因身心力竭倒地 随着雨水冲刷一张青丽的脸庞 映入犬叶叉内心 当时的犬叶叉或许还不知道 就是这张青丽蒙唇的面容 在以后的岁月不断温育自己的内心 随着村里寻找杰梗的人感爱 犬叶叉离去 而夜里的犬叶叉在听闻百足 妖道出四魂之遇的功效后 欲要成就自己的内心 去使犬叶叉直奔杰梗 和杰梗宇相向 杰梗在感知犬叶叉 就是那个雨夜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半妖石 内心虽是波澜 可守护四魂之遇的职责 还是将犬叶叉几发连弓挂在树上 本不打算伤及犬叶叉性命 可犬叶叉的再次出现 着实让杰梗脑梦 看着冥顽不灵的犬叶叉 询问那天在树林为何不将自己杀死 而傲娇的犬叶叉却表示自己从不成人之危 瞬间犬叶叉在杰梗海挥之不去 在询问了犬叶叉的性命之后 再次公寓连发将犬叶叉挂挂在树上 犬叶叉看着杰梗公语直面自己 内心慌的一批 原以为自己有机会 结果顺势被碾压 以为自己就此毕命 不想杰梗却放过自己 连隐藏在树后的小枫 也不明杰梗为何放过犬叶叉 而犬叶叉虽然对四魂之遇无法释怀 可终究不敢在杰梗面前太过放肆 直到犬叶叉再一次将小枫从百足夭手里就下 犬叶叉在杰梗身边窥窃四魂之遇时被杰梗叫出 俩人才算正式坦诚 杰梗看着阴四魂之遇不断在自己身边徘徊 体内拥有人类之心 却始终不愿伤害自己的犬叶叉 杰梗告诉犬叶叉因为自己对犬叶叉 因伴妖的身份 始终在人类和妖怪之间被不断否认 使得自己一直无法对犬叶叉痛下杀手 身处云端不能自我 因为自己巫女的职责 使得自己无论何时内心都不可出现迷茫彷徨 即便面对强敌心中不能有半分波澜 长久以来自己从来不向别人展现自己的内心和脆弱 以免让心怀窥测的妖怪有可趁之机 犬叶叉看着清风拂面眼神清澈的杰梗 因自己对四魂之遇的亏欠 使内心头一次感觉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慌乱 为了表达对杰梗的歉意 在杰梗即将离去时 以为犬叶叉改邪归正 表示自己也有礼物给犬少 谁知犬少一句话原形毕露 再招到杰梗拒绝后一连转向 第二天见面犬叶叉将自己母亲留给自己的贝壳口红赠予杰梗 并表示母亲留给自己的只有口红和身上的火鼠袍 口红自己用不着 杰梗听闻自己曾经几度射穿火鼠袍千亿连连 再次确定犬叶叉要将口红送给自己 得犬叶叉肯定之后放心窃喜 一种异样的情愫在心底暗生 夜里烛光灯下 杰梗第一次将双唇轻浮珠红 看着镜子里清理娇艳的自己身心向往 自己可以拥有普通女人的夙愿 在这一刻终于达成 而小枫看到红装素艳的姐姐 心中反而隐身凄美和不真实的感觉 看着灯光下明艳娇丽的姐姐 反而心中隐隐作痛 杰梗犬叶叉五十年前功与相向 五十年后再度诀别 爱恋的红线始终无法牵绊 随着和犬叶叉相知相恋 犬叶叉的内心也不断被杰梗包容温欲 可因由杰梗坠入爱河一星牵绊犬叶叉 致使资深的灵力下降 各种痴妹亡两陆续现身 巫女春 作为曾经神功地坐下弟子地位纯高 连杰梗见到也得锤衣行礼 可是即便这样 锤仍然妒忌杰梗高强的灵力比自己更加精纯 在一次和杰梗对话时 对杰梗施下诅咒 并警告作为巫女的杰梗 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和相爱的人相持久远 当时杰梗并未在意 因为杰梗相信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根本不可能对爱情存有幻想 可是随着杰梗将四魂之欲守护 使得春对杰梗更加记恨 在看到杰梗阴犬夜叉至使自身灵力下降后 居然想强夺四魂之欲 被杰梗攻与僵尸神反式 因由杰梗守护四魂之欲不被妖怪亏且 不断打压妖怪的生存空间 使得妖怪对杰梗恨意连连 而杰梗在村落不远处施旧照应的鬼蜘蛛 也对杰梗和四魂之欲生出邪念 在听到小峰转述时 杰梗甚至有点可怜鬼蜘蛛 那样的身体只能在煽动蜷缩一辈子 心中并未在意 可是鬼蜘蛛的邪念引出了对杰梗恨意的妖群 长久被杰梗打压使的 他们必须找一个人类合体 完结杰梗 而鬼蜘蛛对杰梗和四魂之欲的觊觎之心 让妖群选择了鬼蜘蛛 在听到自己可以获得一副完整的身体 并且可以追求杰梗拥有四魂之欲 鬼蜘蛛没有犹豫将自己的灵魂陷阱 就这样一个带着对杰梗恨意 欲要夺取四魂之欲的耐落诞生了 而在听闻妖群袭击村落的杰梗一无所知 奔赴现场和犬夜叉不断猎杀妖群 一时失手将小枫的眼睛打伤 坐在草地自责不已 犬夜叉早来宽慰 仍然无法抚平杰梗心中的愧疚 看着犬夜叉询问有没有想过结束无休止的战斗 过上平常人想要的生活 不再让自己的亲人受到伤害 犬夜叉不明所以 杰梗告诉犬夜叉因为他自身拥有一半的人类血统 如果依靠四魂之欲的作用 就可蜕变为真正的人类 前提是犬夜叉内心是否愿意 犬夜叉虽然对妖力有着极度的渴望 可强烈的内心仍然希望自己被接纳 询问杰梗如果自己化为人类 杰梗将会如何 杰梗表示自己是守护四魂之欲的巫女 如果四魂之欲消失 自己也将做成普通女人 看着身影轻力的杰梗犬夜叉内心挣扎 可随着翻江湖面 杰梗孤独落寞的眼神望向自己 犬夜叉内心再也不受不住 拥起杰梗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虽然犬夜叉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杰梗依然不敢相信犬夜叉将内心交给自己 得到犬夜叉再次肯定后 杰梗约定第二日将四魂之欲带到时代树下 可是这一切注定不会让基于四魂之欲的奈落答应 随着日照升起杰梗赶到时代树下 不见犬夜叉敢来 杰梗心念犬夜叉口抹珠红 可是随着身后的脚步声出现 杰梗被一发力找袭击 犬夜叉对杰梗一阵嘲讽 表示自己根本不打算成为人类 一切都是杰梗的一厢情愿 将四魂之欲夺走 杰梗宿命情愿被万箭穿心 自己对犬夜叉一往情深 不想命运如此回馈 内心瞬间怨愤无比 而扮作犬夜叉的奈落 未获得增怨的四魂之欲 又将四魂之欲重新放入神社 等犬夜叉到来 一声呼吓传来 杰梗手持弓箭直面犬夜叉 犬夜叉吃惊之时 利剑已直奔自己 带着对杰梗的恨意 奔入神社将四魂之欲夺取 其身奔离 而真正的杰梗深流血迹 带着对犬夜叉无尽的恨意步履盘山的感恩 看着将四魂之欲夺取的犬夜叉 一声力喝 将犬夜叉封印 犬夜叉致死都不敢相信 杰梗真的会将自己杀死 即便这样犬夜叉依然没有后悔 可能陪在杰梗身边的日子 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望向杰梗的眼神一如初见 杰梗也因伤势和灵力透支过度 生命即将完结 而杰梗却将一切过错 归结于四魂之欲的不祥 嘱咐小风在他死去 将他和四魂之欲一并火化 随着小风的哭声 灵魂也随四魂之欲 带着对犬夜叉无尽的爱恋 和怨恨徘徊在黑暗中 直到几十年后的 现代东京一家医院里 母亲看着刚出生的小女孩 起名歌威 而小女孩身体影线欲则光芒 而当时杰梗和犬夜叉反目死去的真相 也被即将穿越战国的歌威解开 由于阿皮公主得到奈洛的帮助 率领一鸟在村内大肆涂禄收集鲜血 和犬夜叉厮杀 败落之后被毒蜂和结界保护撤离 奈洛看着眼前不断收集鲜血的鸟群邪媚一笑 连接城市阴阳交界的通道即将被打开 而犬夜叉众人虽然不明 收集鲜血和打开城市阴阳交界的通道有什么关联 但不可能任由鸟群事无忌惮的屠戮村落 可是附近的村落太多 又有村落被鸟群袭击 哀生遍野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名叫阿盛大人的女子 犹如一缕阳光照耀在被鸟群恐惧的村民心里 不断有人去往阿盛大人的村落已寻得庇护 而犬夜插中人对此一无所知 在看到满地哀魂和被榨干鲜血的尸身 愤懑不已 但苦于无法寻得鸟群踪迹 这时除妖师出生的珊瑚表示 只要找到鸟巢一举歼灭即可 可问题是去哪找寻鸟巢 无奈众人只好依寻这个看似不是办法的办法寻找鸟巢 苦寻无果之后 在山体处看到应去往阿盛大人村落寻求保护的老人小孩 看到老人体力不支 弥勒悲上得知阿盛大人是一名巫医 时常救治村民有着极强的灵力 可是从故以真面目视人 一直由近视向村民传话 被鸟群袭击后 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在向阿盛大人的村落聚集 众人听闻心中吃紧 因为过多的村民聚集只会吸引更多的鸟群 弄不好半路就会遭到截杀 而未获得自由的神乐在几次反抗无果后 内心盘算被分裂的婴儿 也许婴儿的另一半有着关乎奈落生死的屏障 但神乐并不知晓另一半现在何处 仿似感觉到神乐内心的疑问 一处府邸内 众人正为女主接产 他也没有保住愧疚女主 而女主也弃生不已 这时伴随着后门一道光亮 众侍从倒地 由神武和琥珀照应的胎儿现身 顺时将众侍从生机吸取 并告诉女主胎儿并未死去 女主看着周身邪气的胎儿内心惊束 而这时的神乐已经来到白童子身边 可白童子俯瞰着山体上 想去奔赴阿盛大人以获得庇佑的村民 白童子告诉神乐这些人身上的每一滴鲜血 都会成为打开尘世阴阳之门的祭品 等到犬夜插众人赶到时 鸟群已然向村民呼啸而去 众人虽然极力阻杀保护村民 可仍被团团围困 心思机敏的弥勒感觉白童子仿佛故意脱困众人 应由村民信奉阿盛大人可以将众人保护 那么在阿盛大人村落里的村民会更多 倒是鸟群大肆普世 即便阿盛大人法力逆天 也无法照应再多的村民 可是已然为时已晚 白童子告诉弥勒阿皮公主 已经率鸟群扑往阿盛大人的村里 自己只是将阿盛大人可以逼有村民的消息放出 稍加利用 那么被鸟群恐惧的村民必然蜂拥而止 犬夜插听闻内心急躁 几发连弓并未将白童子打退 即便红色铁碎牙也没能将白童子结结裂开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随着一发公欲声响 一道强劲的破魔之剑顺势将白童子的结结碎裂 犬夜插抓住机会一发封刃将白童子撕裂 正要追上败落的白童子 却被掩体的一发火势阻下 和犬夜插不断拉扯 将犬夜插弹入半空 无一族之处的犬夜插由云母接下 可是由于掩体身形移速太快 犬夜插根本没有机会 无奈驱驾云母不断躲避攻击在空中周旋 忽见山体中一个洞穴 犬夜插脑光灵动 将掩体引入山洞 看着因四周山避格挡而无法顺移的掩体感 犬夜插翻身抽出铁碎牙 仿似感知自己已经奔入绝境的掩体 仍然要和犬夜插力拼 随着一发火势涌出 被犬夜插爆起的暴流破禁数回推 掩体连铜树发火焰向山体喷射而出 瞬间湮灭 而犬夜插也伴着一阵硝烟奔出 正当隔维欢境时 犬夜插却看着山体处将白童子结界碎裂的剑羽一言不乏 转身奔向剑羽取下 而貌似阿圣大人的蒙面女子已驾马离去 犬夜插看着剑羽陷入沉思 因为当今之事除了结梗 没有人可以射出如此强力的破墨之剑 可问题是剑羽并无结梗气息 犬夜插为白童子撑起的结界无法破除 愈奋不已 随着一道紫光出现 结界被公羽裂开 犬夜插看着剑羽 虽然没有结梗的气息 但内心狂动不已 就连弥勒也感觉只有结梗才能射出如此强力的破墨之剑 那说明结梗依然活在人世 当各位询问犬夜插是否要去寻找结梗时 犬夜插却独自沉思 因由当时的自己并没有看到结梗身影 即便在瘴气河见找寻也不见结梗 虽然自己内心从来不相信结梗就此陨墨 但十九都没有结梗消息 使得犬夜插内心波动不断 可随着大量鸟群即将到达阿圣大人的村落 犬夜插中人已经没有时间去猜测阿圣大人是否是结梗 急身奔赴 而这时的阿圣大师爷也收到村民被围的消息飞声访回 在阿圣大师结械庇佑的一处山洞前 由阿皮公主率领的鸟群不断撞击结械 剑无法奏效 干脆指使鸟群火势熏烤结械内的村民 村民背下的身形打扎 有几个受不了火势的村民刚要躲开火势扑出结械 即刻被飞来的鸟群榨干鲜血 正当村民惊恐无措时 阿圣大人赶回 一发力剑将鸟群禁术完结 阿皮公主心惊离去 而被村民摩拜的阿圣大人并没有逗留太久 等到犬夜插中人赶来时已然离去 这让满心期待的犬夜插空奔一场 而在结梗的目的当看到两个士神将结梗骨灰和木头带走 风乃并未阻止 可是内心对结梗放心不下的犬夜插 不断打探阿圣大人的行踪 众人也决定先确定阿圣大人是否真的是结梗 再去寻找鸟巢 在打探到有两个士神化光飞入不远处的一座灵山时 众人飞身而往 可貌似耐落也觉察到了结梗依然在世的信息 一路上妖群浮动 犬夜插内心紧张 耐落得知结梗并未死去 必然会再次出手 将戈薇托管珊瑚弥勒自己断后 而随着妖群幽体不绝 珊瑚弥勒奋力驱赶 将戈薇放置丛林 戈薇被死魂虫将视线吸引 以为杰梗就在前方飞身奔入密林 而随着犬夜插将妖群裂灭 大量的妖群接踵而至 不想从林中树发脸与顺势将妖群进化 犬夜插心头震动奔入丛林 见到仿似杰梗的女子遮面驾马 面对犬夜插的询问不作应答 直到身前的俩名士神告诉犬夜插 杰梗被胀气所轻 身体无法行动 现在的她是用灵魂和妖群战斗 犬夜插内心顺势犹如洪水起伏 这时一道光润滑过 眼前的杰梗化烟而消 犬夜插皆起异物 一张小指人斩首而现 原来杰梗一直是用事神术驱动灵力 对战妖群 而神乐却告诉犬夜插因为感知杰梗并未死去 奈洛已经查找杰梗行踪 至于杰梗的剑雨是涂抹了鬼蜘蛛洞内的泥土 才使得剑雨有着鬼蜘蛛强烈的执念 犬夜插听闻见神月离群 立刻奔入从林雀被眼前一道结界挡下 而歌威仿刺并未被结界影响 在穿过山体 随着一道瀑布水声入耳 却见水潭中杰梗孤影在水中荡漾 这绝对是杰梗最虚弱的时刻 因由在白灵山被奈洛将身体贯穿 坠入瘴气和剑 身心灵魂被瘴气轻染 使得杰梗逃勇至成的身体 渐渐无法附在孤一的灵魂 在灵魂即将消影之时 利用死魂虫将歌威引来 希望歌威可以进化治愈自己 当歌威在听闻只有自己才可以治愈杰梗时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跳入水潭为杰梗茶室伤口 看着杰梗触目惊心的伤口 歌威内心不由的一阵心痛 将手辅在杰梗伤口 可杰梗伤口处的瘴气顺时将荷糖轻染 正当歌威茫然无措时 侍女告诉歌威 只要将木土骨灰置入伤口将瘴气净化 杰梗便可苏醒 可随着歌威将木土置入 却被杰梗体内的瘴气尽数回弹 虽然歌威极力为杰梗争取生机 可手掌依然被弹开 随着越来越多的瘴气将荷糖满溢 歌威的身心渐渐坠入黑暗 恍惚间随着一道光限亮起 杰梗的身影在草地奔赴 歌威明白自己已然坠入杰梗内心 被束缚的灵魂空间 而杰梗和犬叶叉五十年前的过往 不断在眼前刷屏 看着杰梗依在树下 憧憬着犬叶叉的未来 反而被赶来的犬叶叉裂倒在地 然后不断践踏杰梗的内心 歌威内心顺时崩裂 呼吓杰梗那个人不是犬叶叉 犬叶叉根本不可能 用那样的言语去刺伤杰梗 难以想象杰梗内心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痛楚决裂 即将逃离的犬叶叉 看着即将给予自己一生希望的复兴员 一剑将犬叶叉封印 可即便这样 杰梗内心依然放不下犬叶叉 带着对犬叶叉无尽爱恋和怨恨 走到生命的尽头 灵魂随四魂之欲坠入无尽黑暗 原来杰梗灵魂被禁锢在这里 每当杰梗回忆时 内心是怎样在炼狱煎熬轮回 杰梗的经历使得歌威对杰梗悲怜不已 即便拼上性命也要将杰梗救赎 不断给杰梗打起加油 听着耳边歌威为自己祈祷 双手为自己净化 杰梗封印的内心被打开 污浊的胀气也被净化 内心铭撤的杰梗再度重生 而歌威疲惫的身躯再难支撑 转醒之后的歌威看向不远处的杰梗 告诉杰梗犬夜叉正在赶来 杰梗却询问歌威为何救他 救他这个已是之人 歌威表示当时的情况只有自己可以救治杰梗 自己是出于本能 不想杰梗却表示既然是出于本能 那他就不屑了 即便歌威告诉杰梗犬夜叉即将赶来 可杰梗依然离去 杰梗的傲娇使歌威愤懑不已 难道杰梗是怀疑自己会因为犬夜叉 不会为他尽心救治 随即肯定自己被杰梗质疑 而这时应有感知杰梗开启犬夜叉随众人进入 看到独一在水潭旁的歌威 犬夜叉四处张望搜寻杰梗身影 被歌威禁收眼底 告知犬少杰梗早已离去 虽然自己极力劝说 可仍无法说服杰梗 看着闷闷不乐的歌威 犬少在得到歌威已将杰梗救治 询问歌威和杰梗是否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不想被歌威喝斥甩锅 并告诉全是犬夜叉的错 非波的犬少刚要对歌威呼喝 被歌威一发 被迷了珊瑚说叫的犬少 再度向歌威敞开心扉 表示既然杰梗已然被歌威救治 自己就不去追寻 并希望歌威不要再生自己的气 而歌威却表示自己早已忘记 顺势让犬少愤懑不已 而被治愈的杰梗走在星光银银的夜色下 歌威给到的温暖直到现在人未消散 杰梗感慨如果歌威当时有任何的犹豫迷茫 自己也将无法被救治 随着阿圣大人的出现将鸟群裂灭 霍魔之剑的威力使阿皮公主心头颤抖 也使奈洛明白杰梗依然建在尘世 派出妖群找寻杰梗的栖身之地 可是因由奈洛分身赤子被裂 为获得人类生气 在大族城主妻子即将临产时 耍出了狸猫换太子的手法 将赤子换为女主的子嗣 虽然竟是被赤子吸取生机 但母亲的天性还是相信怀中的婴儿是自己所生 奈洛为了保护婴儿将神武琥珀混迹城内 女主看着眼前的琥珀心中虽是怀疑 可因由心系婴儿并未认真盘查 从而使真相隐匿 可是这一切注定瞒不过经验老道的阿皮公主母亲 查探得知奈洛和妖群从城堡上空挑过 而不作停留 使阿皮母亲明白城堡和奈洛必有关联隐藏 只是阿皮公主将城中屠戮为自己寻得新鲜血液 随着鸟群出现 白童子只是神乐跟上监视 而犬夜叉一众查询鸟群一无所踪 直到步入城堡脚下 听闻村民讲述附近从未有过妖鸟袭扰 可犬夜叉众人明白妖鸟绝非信佛 附近村落尽数被图 绝不可能放过阵 于是众人在村里住下来等待鸟群来袭 果然夜里隔维刚洗浴完毕 招呼着对琥珀担心的珊瑚 天空呼现大片鸟群 即和犬夜叉迷勒时 鸟群已然呼啸成立 这边琥珀听见门外鸟群嘶叫 拿出武器飞升跟入鸟群 可这时身后的四魂碎片泛起光芒 奈落指示琥珀去保护婴儿 而随着四魂光芒涌动 各位感知 告诉珊瑚琥珀有可能也在城内 珊瑚顺时忧心不断 当琥珀进入女主身边时 鸟群已然将城堡点燃 琥珀招呼女主随自己冲杀出去 可女主却表示外面鸟群肆虐也不安全 琥珀告知如果待在屋内只有被烧死的结局 女主只能跟随琥珀由势众保卫出屋 争取生机 随着琥珀猎杀火鸟为女主开辟生路 终于将女主带出和院内侍卫会合 看着年少英杰奋力保护自己的琥珀 女主内心感动不已 琥珀也得到了众侍卫的认可 询问琥珀是在哪席得一身武器 和除妖师的身手不相上下 侍卫随口地称赞却将琥珀的记忆开启 可是鸟群的叙穴不给琥珀反应时间 将众人驱赶到一个角落 琥珀告诉女主一定会全力保护婴儿 而犬叶叉这边落入城内 隔维告诉珊瑚琥珀方位 珊瑚急忙赶去寻找 随着犬叶叉一发封刃将鸟群裂灭 阿皮公主气急而来 指责犬叶叉保护城堡 难道和奈洛是一伙的 阿皮公主的指责让犬叶叉郁闷至极 告诉阿皮自己只是不让鸟群四面 如果阿皮和奈洛有过节 自己可以带牢 并让阿皮速度滚蛋 犬叶叉的无理智使阿皮立刻飙起 瞬间和犬叶叉开丝 而琥珀身后四魂光芒再次波动 奈洛指令琥珀将婴儿强国 四周近视也一并杀死 而珊瑚正在寻找琥珀 心中担心琥珀再度做出 让自己无法面对的事情 而琥珀不断将刀链旋短 周身邪气将女主震惊 这个小孩内心善良却杀人无数 只因体内维系生命的四魂碎片 被奈洛操控 因由曾经和父亲珊瑚 步入奈洛所住的城堡 被奈洛算计心智被夺 狮神的琥珀被奈洛假守 将除妖狮和父亲杀死 珊瑚也被打伤 随后被奈洛以四魂碎片控制 不断给犬叶叉众人制造麻烦 葫芦村民 从而也使得琥珀罪业深重 随着四魂光芒的闪动 琥珀恋仁已然将两名镜适猎杀 忽现的血花使得众人历时对琥珀金术 不明白刚才还奋力保护女主的琥珀 琥珀为何转瞬成为凶手 可是内心被控制的琥珀 已经给不了众人反应时间 虽然琥珀内心极力挣扎 可终究无法把握自己的身体 随着恋人不断挥砍 不多时已将围在女主身边的 侍卫禁术图路 正当向女主举起恋人时 内心的善良使琥珀无法挥刀 看着对自己泪流满面的琥珀 女主才明白琥珀的心智被人控制 当珊瑚赶来呼吓琥珀 女主趁机溜走 可还是被神无截住 将神智夺取婴儿也被带走 而琥珀在面对珊瑚时 心灵深处的记忆再次被唤醒 自己挫杀父亲砍伤珊瑚 可珊瑚姐弟温馨的过往 不断在脑海浮现 琥珀内心崩裂 这时神乐驾风而来将琥珀接走 而琥珀此刻的记忆也终于觉醒 是自己将父亲和村中除妖师杀死 还把珊瑚砍伤 死去的自己被奈落 以四魂之欲复活控制 可珊瑚刀剑相下 唯一的姐姐被自己捏得遍体鳞伤 作为除妖师救助世人的自己 几度屠戮村民 就在刚才又亲手将城堡内侍卫狐杀 自己所造的罪业已然无法洗刷 脑海翻腾的记忆将琥珀的内心撕裂 一个猎且从山羽化落 可是依然无法抑制崩溃的内心 直到被神恶救起 琥珀内心彻底暴走 一切的罪恶使缘是奈落 众人赶到珊瑚身边时 琥珀已然离去 通过珊瑚的诉说才知道是琥珀所为 各位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因琥珀罪业深重 而无法救赎的珊瑚 这时和琥珀做工的长者赶来诉说 是琥珀危险时刻和鸟群厮杀保护了众人 询问珊瑚是否认识见到过琥珀 珊瑚再也绷持不住 离开城堡后 众人看着内心悲怯的珊瑚 询问珊瑚当时的情况 珊瑚告诉众人当时的琥珀持刀正要挥向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 而那个婴儿貌似是赤子 尼勒敏锐的感觉婴儿可能是耐落和城堡的唯一联系 也是琥珀出现在城中的原因 与此同时神乐也感觉到了婴儿的不对 白童子并没有心脏 那么心脏肯定在婴儿身体里面 神乐猛然惊醒 也许婴儿也可能是耐落的心脏 而耐落看着已经将鲜血收集完成的鸟巢 挥手将结界保护鸟群气息的结界闪去 以方便犬叶叉追查 这边犬叶叉虽然因鸟群的气息转醒 可空中飘来的杰梗神士却告诉犬叶叉 杰梗想要见他 犬叶叉听闻杰梗召唤自己 随俩明晓可爱直奔丛林 终于在一片荧光声韵的树下 见到了让自己日思夜响的杰梗 杰梗仿似明了犬叶叉对自己的担心 无奈由于耐落将鸟巢结界解除 连接尘世阴阳交界即将被打开 自己只得以这样的方式和犬叶叉相见 告诉犬叶叉耐落真正的目的 是利用哥威的眼睛搜寻并抢夺四魂之鱼 他算由自己与耐落周旋 可是看着虚弱的杰梗 犬叶叉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杰梗看着犬叶叉内心波动 不再坚持 将见赠于犬叶叉 并将了结耐落的夙愿寄予哥威 这边因犬叶叉叶不归宿 正宫哥威端坐草地一脸怨妇模样 等待犬叶叉归来 两久随着娇阳升起 一宿未归的犬叉终于返回 顿时语境四座 众人不想犬叉毫不掩饰如此直白 正当哥威打算审问犬叉时 鸟巢气息伴随着空中大批妖群出现 众人明白耐落已然出现 而耐落为打开城市阴阳之门 已然亲自前往鸟巢 随着一阵山体崩塌 一个据说的铁巢处立在耐落面前 耐落感慨城市阴阳交界之门 马上就会开启 而眼前的铁巢显然不明白自身的处境 对着耐落一阵火焰连击 无可奈何之后 干脆一口将耐落连同结界吞下 也不担心会消化不良 而赶往鸟巢的犬叶叉一众 却不明耐落为何不让手下白童子前来 而是亲自现身鸟巢 这与耐落一贯形式风格不符 明家这时赶来告诉犬叶叉铁巢 是生活在地狱边界的妖鸟 有着连同城市和阴阳交界的能力 众人这才明白耐落要亲自前往交界处 而不明自身处境的铁巢 在看到赶来的犬叶叉众人时 询问犬叶叉是否打算和耐落同样怂人头 表示耐落已被自己吞噬 听闻耐落被吃掉 瞬间将众人雷得里交外难 因为犬叶叉众人都明白 耐落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被拿捏 可铁巢不管那么多 历史和犬叶叉众人开思 正当铁巢以为自己稳居上风时 不想头脑一阵义务滑动 在自己惊诧之时 脑部一声暴响 伴随着铁巢一声痛彻山谷的哀号 耐落从铁巢脑的宽幅而出 看着自己的母亲被耐落轰然倒地 阿皮公主愤然而上 耐落将自己赠予阿皮的三级插 连同阿皮手臂画面 随后触手动穿阿皮身体 瘴气瞬间将阿皮蒸发 看着转瞬之间将铁巢和阿皮除去的耐落 众人被耐落的手段震惊得无法言语 利用完就杀掉 毫不怜惜 看着不分自己作为的犬叶叉众人 耐落表示犬叶叉不正想杀掉阿皮母女 由自己代劳奈不更好 自己附带赠送众人去往冥界的单程车票 随着耐落将手臂画为利刃 直向铁巢头颅 一道强劲光芒照亮整片山 连通城市与阴阳交界的大门中将被打开 随着耐落将铁巢斩杀 铁巨大的尸身仿似小山一样横平在整座山体上 接着被耐落将投手分离 顺时光芒渲染了整片山谷 接着鲜血从尸身喷涌而出 一条血核呈现在犬叶叉脚下 在犬叶叉吃惊的目光中 耐落已然直奔血核之上 看着呆结的犬叶叉嘲讽 再不抓紧时间跟随自己的脚步 血核马上就会关闭 众人来不及反应跟着耐落奔入血核 完全不考虑如何回来的问题 因为这是单程车票 耐落也许有回来的办法 但不可能再让众人搭顺风车了 得到明家的提醒 犬叶叉也置入网门 奔入不远处的黑洞 他们必须要赶在耐落之前 结束四魂之遇带来的杀戮 而沙殿也因耐落的邪气感来 可是为时已晚 耐落已然不知所踪 神乐出现告诉沙殿 耐落已经打开了阴阳交界之门 犬叶叉一众也赶了过去 燃起来的 真似合わなかったようだね 摂生丸 もうここの入口は 閉じちまったぜ ここの入口 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へえ 珍しく食いついてきたな あの世とこの世の境に 続く道さ 奈落と犬足は 行っちまったぜ 他にも何か 知っていそうな口ぶりだな 知ってるさ もう一つの道を もっとも 而犬夜叉众人穿过黑洞终于来到了雾气缭绕的世界 视野开阔处巨大的骨骸矗立在众人眼前 犬少带着媳妇再次来到自己父亲豆芽王的墓地 看着前方一阵出神 可是这时留在犬夜叉右眼的黑珍珠残念影的犬夜叉一阵失神 被哥威高声呼叫才缓过心神 可谓等犬夜叉病神 不远处自己父亲骨骸忽然成片的金刚利刃呼啸而来 犬夜叉举刀割挡 正当哥威听名家科普金刚碎片是怎么变成钻石时 众人已经迎着钻石鱼来到犬大将的骨骸前 虽然错过了一波横财 但众人终于见到了生前和犬大将秩序相投的保鲜鬼 因由四魂之玉本身是有生命的半灵体 而当时即将不久人世的保鲜鬼在生命留存之时被一片四魂碎片找到 并告诉保鲜鬼不能让四魂之玉再次继承 因由大量的碎片已经落入邪恶之人手中 成形之后必将成为妖界的一场浩劫 保鲜鬼听闻内心不再犹豫 当自己死后便将碎片连同自己英灵带到这 在得知眼前人是犬叶叉后 并为因犬叶叉是豆芽王的儿子而放水 警告犬叶叉阴阳交界处不是他们随意往返的地带 而心中执念更不可能将四魂碎片交由犬叶叉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而犬叶叉众人进入冥界良久也不见耐落踪迹 可是耐落的气息却隐浮上空 这是保鲜鬼周身邪气呼现 对着犬叶叉就是一发攻势 而保鲜鬼周身也在不断黑化 众人这才明白保鲜鬼的碎片已被耐落邪气影响 趁保鲜鬼和众人说话分神之时 邪气侵入 虽然犬叶叉极力劝说 可保鲜鬼内心已然暴走 几发攻势下来依然无法撼动保鲜鬼的金刚之躯 看来只有将保鲜鬼黑化的四魂碎片净化 才可以将保鲜鬼暴走的内心压制 可是歌威射出的破魔之剑也无法洞穿金刚 无奈歌威想制出杰梗留给自己的剑语 不想却被剑语的灵力拒绝 感觉到杰梗剑语排斥的气息 犬叶叉灵光呼现 高声呼吓歌威继续引弓为自己助攻 随着歌威再次引弓 但很快被现实打脸 烟尘消散保鲜鬼周身纹丝未动 在犬叶叉吃进了木档中 毕发工事将权叶叉坠入虚空 这时的保鲜鬼内心已然彻底黑化 为什么只有沙殿才是妖王之血最正统的传承 成为继父亲豆芽王守护东方大陆的天选之子 除了沙殿本身妖力弥天 血统高贵 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沙殿才能完美发挥天生牙真正的实力 这丙利刃虽然无法斩棘尘实 可是在冥界幽府却有着极为苦苦的杀伤力 光是本身裂出的青芒剑鸭就可将赤架民府的牛头马面屈身臣子 更别说在匹配上沙殿自身硬霸的气焰 使沙殿本身的光芒耀过地狱终极之光 此时的沙殿仿佛拥有吞噬天地的气势 虽面色冰冷 可灭霸气息犹如岩浆之焰 也就是在这一刻 神乐被沙殿彻底折服 成为内心永恒的真命之光 应由沙殿要追杀奈洛 在得知奈洛为夺取四魂碎片 将犬叶叉众人引入冥界 而打开城市与阴阳交界的血河已然干涸 由神乐引导步入火山国底部 通往终极世界的大门 虽然得神乐提醒终极之光可能会将自己吞噬 可习惯走直线的沙殿并未在意 再到步入门前和牛头马面对攻 被躁动的天生牙提醒 沙殿真正的内心才被唤醒 这天生光芒涌动打算再次和沙殿对攻的牛头马面 被强光逼压 浮沉跪避 神乐也被天生牙的光芒照耀内心 而被耐洛引导想要赶在耐洛前面夺取四魂碎片的犬叶叉一种 在到达城市和阴阳交界处 耐洛引导 犬叶叉却和守护碎片的保鲜鬼硬钢 对攻不敌保鲜鬼被拍入谷底 而成功将犬叶叉和保鲜鬼挑唆的耐洛也就此现身 看着犬叶叉生死不明 其他人根本对自己无可奈何 就此打算直接夺取四魂碎片 不想被保鲜鬼将身体冻穿 可即便这样也无法撼动耐洛 反被耐洛本身的邪气禁远 周身黑化 正当众人无计可施时 犬叶叉扛着锋刃呼啸而来 在众人欢呼时犬叶叉已然直奔耐洛 各种技能挥出 可无奈耐洛至从白灵山身体重组 实力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即便犬叶叉打出的暴流破 也无法打破耐洛结界 反倒因一时大意被黑化的保鲜鬼刺伤 耐洛看着彻底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犬叶叉一阵嘲讽 随手将保鲜鬼体内的碎片夺取 尼勒想要刷大 看着毒蜂也只能放弃 耐洛嘲讽 开通尘世和阴阳交界的血河已经彻底关闭 与其和自己在这耽搁 还不如想想以防一众魂归合地 众人这时才心头猛处 被挑唆进来的犬叶插众人看似根本无法回到尘世 如果没有意外之喜 至此之后将彻底与尘世绝约 正当众人茫然无措时一道光芒呼啸而来 利用天生牙打通阴阳之路的沙殿飘然而现 看着面色冷峻的沙殿 耐落冷汗狂飙 心头发出 而沙殿并未搭理耐落 反身直奔犬夜叉 看着这个帅队将父亲目的刷得一片狼藉的地底 内心直接裂开 而沙殿却反身和耐落对齿 阴冷的气息将耐落轮罩 随着四魂碎片的离体 被黑化的保鲜鬼周身邪气竞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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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